要是有一天你走进养蜂场 你会看到布满了很多的蜜蜂 然后看到员工细心的 一个步骤接着一个步骤慢慢的取蜜 然后包装成一罐罐的蜂蜜出售 可是近年来有着蜂蜜之国美誉的非洲国家卢旺达 他们却面临着蜂蜜产量大幅度减少的危机 而罪魁祸首是农民手上的农药 蜜蜂的嗡嗡声充满整个养蜂场 那只见员工们细心的一个步骤 接着一个步骤慢慢的取蜜 再包装成一罐罐的蜂蜜出售 不过近年来有着蜂蜜之国美誉的非洲国家卢旺达 却面临蜂蜜产量大幅减少的危机 而罪魁祸首就是农民手上的这罐农药 为了除掉害虫 番茄园里的农民都会定时喷洒农药 但是农药一洒上去 蜜蜂就开始站不住脚 杀害虫的同时其实也已经在扼杀蜜蜂的存在 杨蜂人还说 如果政府不再采取行动 对于下一代的子子孙孙来说 可能连蜜蜂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了 卢旺达农业与世木业发展委员会表示 他们正在寻求一个更天然的方式 来取代化学农药物 那尽快重建这个蜂蜜之果 看这个 follisan的天然的方式 绿绿第一任 ternet Japanese 优优独amat